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重要 幸亏华总不相信她的话 也好 趁此机会让一华好好尝尝陆氏当年的痛苦 她穿上华总信吗 一华这一次已经一只脚踩进我的陷阱了 如果华董相信了凯莉的话 让易子鹤就此收手 那么这一次 一华算是命不该绝 还好我之前攒了点钱把该添置的都添置了 够我们在这里落脚吧 以后 你可能 得跟我在这儿过一阵苦日子 怎么就过苦日子了 你觉得我愿意住别墅啊 这里多好啊 小燕以后帮咱们完善完善 就会越住越让人羡慕 姐 这隔音可不好啊 你们下次说我这儿小点声 院子外面都听到了 说你我们还有小点声啊 来正好帮你拔大把手 好嘞 手怎么了 没事 胖了一下 他老是大大咧咧的 过来 帮我拌拍架子 小心点啊 肯温 肯温 你们被奶奶赶出来不告诉我 是怕我会哭鼻子吗 才不会呢 你们能脱离像易家那种 牢笼一样的地方 不开心都来不及呢 你爸呀 是怕影响你的工作 我还有什么可被影响呢 爸 我找过奶奶了 但是我没有处理好 还帮了很大一个盗忙 可能还要丢了工作 陆总 到定位地点后 穿过茶园 就到移民同价了 女儿 不管怎样 爸爸妈妈都依然很看好你 不留遗憾 想开一点 怎么可能不留遗憾呢 在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我真的很想为品尚出一份力 也真的很想帮福利院的孩子们 完成梦想的家 但是现在 这一切都因为我搞砸了 我 好 干嘛不进去啊 真的是一华赢了吗 对不起 我太想帮忙做点什么了 没听你的话 是我自以为是帮倒忙 自作聪明害了你 我没想到事情会落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没脸见你 你在跟我演苦肉计吗 我没有 我是真心想帮忙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你怎么罚我都行 就算要开除我 我都认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如你所愿 不是 你哭什么呀 我承诺了要给孩子们变魔法 绣一个新家的 我现在做不到了 是吗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我都不得到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它是有眼睛的 你没哭过呀 怎么每次我坐月背的时候 都能背你看到我的球眼 我不是特意来关心你的 是福利院院长给我打电话 说易华的画篮 愿意找我合作提供建材 我跟他在福利院见了一面 现在问题都搞定了 真的 你别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 我刚才说的话都算数 如果你真的十分为难的话 你不用管什么面子不面子 把所有的资认推到我身上 再大的锅我都背 就你这小生蛋能背什么锅 这么不相信我的危机处理能力 你信不信我发你去公司扫一年跌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继续留在公司了 嗯 我什么时候说开除你了 嗯 我什么时候说开除你了 老板 外围关于品商的负面舆论 都已经处理好了 再加上福利院的力挺 风评很快就会扭转 苗敏 舆论方面要着重为设计师发声 是 陆总 最近有不少供货商 集体地在联系我们 想要参与到福利院改建项目中来 都给了很多近乎成本价的条件 尤其是那个刘总 哭爹喊娘的 要我务必要约你 他们一定是听到华董 愿意免费提供建材的消息 他是为了遮丑 不得不这么做 但那些建材商 如果愿意合作的话 我们可以跟他们签署 长期合作协议 不用成本价 给一个合理的价格就行了 至于那个刘总 他首先得取得不然的谅解 品上才愿意给他机会 是 明天通知不然来上班 公司内部 凡是污蔑过他的同事 都要跟他真诚地道歉 知道了 你们去忙吧 陆总居然让我去跟不软道歉 姚蜜 我真羡慕你 你跟陆总的关系 看起来可真好 我一开始工作 就跟着陆总 毕竟我的职责特殊 他会对我照顾一些 不过 他可没把我当女人看 只可惜 别人不会这么想 别人 你说的别人 不会是陆总的妹妹吧 凯瑞也听说过 陆总的坠绪传闻 我一说你就知道 我指的是谁了 不瞒你说啊 我就是特别好奇 这陆总妹妹长什么样啊 是不是特别好看 要不然 陆总怎么能把她 保护得那么好 长相嘛 还不错 思琪常年在西藏 为陆总祈福 难道不知道陆总对她好吗 让 женщête 昇視 有 Μ 客气 你 你知道吗 女人都很八卦的 她最近在拉萨和除下 又 relat 好 大 retir 这次陆总的同质快递 哦 你给我 那我先给陆总送过去了 好 謝謝你的咖啡 陸思齊 去哪 同事們都給我道歉了 你要求的嗎 其實你不用客氣的 保護員工是老闆的責任 就算是個保潔 所以 我也一樣為故 某些人僥倖贏了一次 就開始膨脹了 趁機給自己建立 良心老闆的新人生 我可不是僥倖贏的 我假意示弱 就是為了引對手上鉤 反正你贏了 怎麼吹都行 我吹牛 我一開始就算準了 易華會拿箭材來卡脖子 他們越想讓我無路可走 就越會瘋狂 這時候我找誰來買箭材 他們都會提前搶斷 循環往復下去 易華的資金鏈必定吃緊 華董想要自保 就必定拿他手中的箭材來求我合作 真的是一華贏了嗎 之前在福利院的時候 然後你早就知道了 還在故意嚇我 你這樣裝得我很好玩是吧 沒想到你當真辣了 喝點茶去洗腦子吧你 這喝茶聊天你別光喝茶呀 這喝茶聊天你別光喝茶呀 这一秒暂停的刚刚好 我们都路过这个街角 作画会飘几秒谁会知道 这心动还会持续好几秒 想要和你一起去爱道 他不会真的生气的吗 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药 没有其他反正 我老想他干吗 这帅气棱角分明的李 健硕的胸肌 早日康复 彼此彼此 完了 再找个优头 喂 帮我送红豆红枣还有蜂蜜 去福岳阁毕动 没事干吗拍我呀 拍了你又不道歉 您的外卖 我没点外卖 你说送错了 没错 是您的门号 连夜顿一早送了 好吃的话可以抵房租 难吃的话 福利院改建也不用你跟进了 兴趣 什么意思 这本书很适合你 原脑袋 再给你画一个 飞拖鞋 说话算数 能解房租的吧 你已经转正了 项目奖金加上工资 付完房租之后 应该很富裕啊 你别扣扣缩缩的 这周末可是熬了一晚上 觉都没睡好 行 给你按外卖价格减行了吧 这周末你别光熬我自己的 把你那份也算上 以后要经常跑福利院工地了 身体要有保障 决定了吗 要让我跟进福利院的项目 嗯 嗯 那这周以后 天天熬体面包 让老板您不要而喻生龙活虎 这个周我再换别的 让你去市场部就去对了 你看你现在进步多快 您说得对 老板您也看过这本书啊 这本书我跟很多大V推荐过 都没有像老板您这样买来读 老板您真是 与时俱进求之若渴 我就随便翻翻 失眠的时候看 我能看看吗 这本书你不能看 这个才是你要用功的 这是福利院改建的项目书 你要烂熟于心 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装修要求 包括跟谁对接 包括天气等等 不确定的因素 你都要做充分的准备 不允许有闪失 我一定不会让公司失望的 福利院这个项目 在筹备期间就一拨三折 我之前跟你说的 不是开玩笑 一个项目 除了个展所长之外 更多的是协同配合 能听明白吗 明白 一定会让你看到改观 你最好说到做到 否则 福利院开工的奠基仪式 你就别参加了 知道了 我去上班了 等一下 这个周 以后少放掉蜂蜜 你偏甜了 那是我的口味 知道我挑巧克力的口味 好了吧 亏他我隐私呢 我没那么心机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挑的巧克力 我为什么要拒绝好吃的零食啊 我听说你短短的时间 就跟设计部的同事打成了一片 看来我的激励很有用啊 我就当你是在认可我 我有必要提醒你 姚蜜一直替我监督公司的内部运转 你不要想着收买他 跟他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原来你突然出现不是认可我来的 而是敲打我别太靠近姚蜜 可能我表现得太急切了 我会慢慢来的 我觉得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没必要花费精力 我走了 一起走吧 你是在替我不值 顺便关心我一下 我是怕你太晚回家 我明天没粥和 我有工作 少操心没用的心 下班吧你 有人吗 你没事吧 姚蜜 你怎么了 你生病了 没事 你走吧 公司除了你我都走了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休息一会儿 自己回去 你要是讨厌我都好了再说嘛 别这样了上来 既然都看见了我不能让你们是 陆总 这儿没你事了 赶紧回去休息 有 难怪他之前那么紧张 明里暗里让我不要靠近姚 原来是怕我发现他们俩的地下情 都有主了 还装什么单身王老 还想偷拍 我还是留下来打个掩护吧 嗯 你编超远 我还是能够留下来打个掩护吧 你怎么还在跟她们还在一起看吧 走過去啊 你怎么我还在都知道 我还在一起呢 我还在那里都知道 我还在一起呢 我还在一起去啊 你怎么还在一起呢 我还在一起呢 我还在一起呢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累了 建医院的常语歇息小不行吗 姚蜜怎么样了 团队合作不是偷机取巧 以后没事少盯着姚蜜 什么叫偷机取巧 难道我未卜先知知道 姚蜜今天会不舒服吗 听我的话 对你没坏处 我要攀关系 就直接攻略老板 盯着一个秘书 让那么大圈干吗 你干吗 放车 对抛了碗没兴趣 你开车这么易风雪的 停车 健同事生病 我送她去医院 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说一通 换宁你开心吗 姚蜜的身体状况 不想让人知道 我让你走 你却留在医院 做错了我不能说 在公司 她是需要保持神秘感的 总裁秘书 但现在 她只是一个生病无助 需要被保护的病人 况且是我送她来医院的 总得一用是有逐 确定她没事吧 不要说我做错了什么 那顶多就是撞破了 你和姚蜜的情侣关系 你不用紧张 我是一个很有分寸的打工人 你到底是从哪里看出来 我跟姚蜜在谈恋爱 我又不瞎 你刚刚跑到医院 那个紧张的样子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可怜姚蜜 谈个恋爱还要给你搞地下情 你以为自己是明星啊 偶像包袱那么重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 既然你俩的关系不一般 那你更应该在乎 她的身体健康 她晚上加班都那么晚 你知不知道问一句吗 长得帅当霸总一样 连相惜语 不然跟佳南有什么区别 我 你听我把话说完再进屋 我再重申一遍 我跟姚蜜不是情侣关系 只是纯粹的事业搭档 听明白了吗 您不用跟我解释 您是老板喜欢 是跟我没关系 开工的电机仪式 既然我们又达到您的要求 和同事们打成一片 那我就不去了 还有一天你着什么急啊 那就当我不想努力 选择躺平板 随便你 我说怎么了 我说怎么了 吃饿了 今天的粥里没有花生吧 如果再忘记我交代了 立刻赶紧走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时间点 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开例会吗 我在哪儿干什么 不是你一个佣人可以过问的 什么佣人 这是什么情况啊 你屡次拖欠房租利滚利益 已经欠了我 这么多钱了 房子我已经收回了 好好当我的佣人还债 我不是在平上上班吗 我会好好画图 努力还清债务的 你已经被平上开除了 为什么 因为我老婆不喜欢你 老婆 亲爱的 老婆 因为 我不喜欢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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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做这种 小冉 小冉 你有没有觉得 你几句话离不开陆层阳啊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 一句话能让我气三天的刻薄鬼 他不就是为了我拒绝和刘总的合作 公布了态度的罪行 在奶奶面前 维护了我几句 对孤儿院的孩子们有几分爱心 难道这样就能让我心动了吗 他有女朋友 只不过是地下恋情 非要说我做错了什么 那顶多就是撞破了你和姚蜜的情侣关系 我又不瞎 你刚刚跑到医院那个紧张的样子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我再重申一遍 我跟姚蜜不是情侣关系 只是纯粹的事业搭档 听明白了吗 您不用跟我解释 您是老板喜欢谁跟我没关系 难道我吃醋了 你还没关系 咱们现在开会啊 把昨天整理的文件打开 不然 开会呢 严肃点 开会 严肃点 那天 多亏了你 不过 我的身体状况 要帮我保密哦 我跟同事关系一般 不会堕嘴的 你可真有意思 晚上你有空吗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姚蜜一直替我监督公司的 内部运转 跟她保持好一定的距离 等你身体好利索 我们下次再约吧 拒绝我的邀请 是不是老板说什么了 这个真的很好用 我特别喜欢 走吧 喝一杯吧 谁说老板 能干涉我们做朋友的 好吧 我一回来 结果那个女客户 就非常生气 我就一直道歉 一直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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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气了呀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回去我就想找 不然 聊命 我们继续喝 起来 起来 地上聊 我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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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我的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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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吗 怎么才接电话 进来吧 进来吧 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不染的水深水浅 没想到不行喝 你等我一下 我一会儿送你回去 不用了 喂 师傅 我马上下来 我叫他车到了 你把他抬到床上去 别着凉了 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 走了 姚蜜 今天聊得很开心 吐槽陆总过瘾 陆总你别看他在生意上是很厉害 其实他又很蠢的一面 不只一面 有很多很多面 像个沐浴一样 光敲一下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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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难怪陆总要让我和大家团队合作 我根本不懂怎么交朋友 怎么和大家合作 虽然 但是 我要是去不了开工一室 还是会好遗憾啊 我也想好好交朋友 我也想好好走心嘛 可是要怎么办嘛 轻轻造出圆满的剧情 来不及 变成温暖的雨 为你 为你不平叹息 为你不去无欲 未来 啊 二十分钟 肉汁 肉汁 什么 鸡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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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肉汁 鸡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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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啊 老板 也不早了 记得 减房租要兑现啊 你耳朵是间歇性好使用 说到减免房租听得很清楚 天猪怎么这么少呢 昨晚咪了点小酒 粥熬过头了 你酒量很菜吧 看不起谁啊 我能喝一点的 就是没有喝酒的习惯吧 有真眼说瞎话的本事 是干市场的量 继续在市场部好好锻炼吧 今天 是福利院改建开工仪式 会有不少贵宾到场 你去了别给我丢人 我也可以去吗 去换一身正式点的衣服 一会儿一块出发 好的老板 这一秒暂停的刚刚好 我们都路过这个街角 紧张的笑 心脏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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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我相信 在他们鼎力的扶持和帮助下 福利院的孩子们一定会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福利院的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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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机仪式正式开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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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等我 你不要情意地串着我的家 没有其他打扰 心动 只需每一秒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新福利院图纸主设计师布衍 她呀 为了给福利院的孩子们圆梦 付出了很多心血 心地还善良 真不错啊 辛苦了 辛苦了 做得好 谢谢院长 见识过你的设计 陆总真是慧眼识珠啊 接下来好好做 不光要给你的老板争光 更要为你的家人长脸 谢谢 我会的 华董 不然 接下来少不了要跟华董打交道 华董动动小拇指 施工就会受影响 他的指教你得听着 要想按其保质的完工 他的嘱咐你得记着 陆总 你作为程建芳的代表 在这里跟大家说几句吧 院长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 马上要跟过去的家告别了 心情有点难受 实在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不然 你从设计师的角度 替我发表几句心声吧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心意和意志 让姐姐讲讲讲讲讲 是 不认识 你快点回讲讲讲讲 我感谢大家的鼓励 我感谢大家的鼓励 项目这种幼稚的心情来的 但当我踏进医院的时候 我看到的不是机会 而是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笑容 我自惨行会了 在他们的脸上 你永远能看到积极和乐观 他们互相帮助 相亲相爱 他们会用戴魔法的棒棒糖 我找回学空间设计的初心 对我来说 这是一次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机遇和挑战 对孩子们来说 这里是他们的家 承载了未来和温度 我意识到 好的空间设计 会让使用它的人 找到缺失的幸福拼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福利院改建 让我们一起赋予这里全新的生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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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再见 走 我 adjusted 快走 快走 好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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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你的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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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姐姐 魔法显得了 我太喜欢新教室了 你们喜欢吗 喜欢 用初初可厉害了 给我们用了最好的材料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墙体发霉 弄造衣服了 陆叔叔 不然姐姐 我们想在教室里做游戏 能陪我们一起玩吗 陪我们一起玩 陪我们一起玩 谁要是被姐姐套到了 要亲姐姐一口好不好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放音乐 门前大阁下 有过一瓶 快来快来数一数 二四六七八 门前大阁下 有过一瓶 有过一瓶 诶 超过一瓶 超过一瓶 挺乖的 继续 看看下一个是谁 有过一瓶 有过一瓶 我说人没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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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人 露叔叔会表演青蛙跳的 大家想不想看啊 想 好 好 公主好厉害 原来陆叔叔是青蛙王可爱 那不然姐姐做神提安娜公主 我们先做手工吧 换一个游戏 好吗 好 好 好美啊 真好 来拍照 来 西瓜甜不甜 甜 看 这些孩子笑得好烫啊 好可爱啊 看来他们是真的喜欢你设计的幸福力院 以后我有孩子了 我也想要这样的设计 不然姐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帮忙啊 没问题 好 来 到时候我们看这就看了 真是可以休息一下 行 这不是陆总啊 想不到陆总还有这么童贞的一面 还真是 真是 陆总 好了就这么多了 下班了 班长姐 下次你可要多拍一点 你 请 要不要一起吃饭 来了 你看 这些小朋友多可爱啊 嗯 嗯 怎么感觉这照片里面能理好那片大啊 你看看 哪有 我只站在前面而已 你让我看看 嗯 感觉是不拍照 现实里面理好点挺大 真是 我有一份很重要的策划案要看 你去公司找一下 然后送到我家来 这 找你干嘛 我有一份很重要的策划案要看 你去公司找一下 然后送到我家来 怎么 回公司 不是 你那么晚回公司干嘛 老板黑心没办法 啊 当老板真了不起 非得让我去拿策划案 你这门开得太快了吧 你吐槽的声音再大一些 我可以去楼下供候你 嗯 我就 Rap几句打发无良啊 你泡茶呢 楼下都能闻到茶香味 想着不能让你白辛苦一趟啊 你在老伙计吃饱喝足了 总得回来喝点茶解解腻吧 你倒不如说 你是叫我去拿资料于心不忍 你怎么知道我去老伙计吃饭呢 你生活轨迹三点一线很好猜的 喝茶吧 嗯 茶具不错啊 工艺精细 包浆也这么厚 我平时一个人喝茶懒得用 有点对不起他们 你要是喜欢的话 送你了 茶具是要养的 你懒得用 是想让我帮你带养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爱占人便宜吗 送礼就是送礼了 以后你帮我跑腿的时候 心甘情愿一点就行了 无功不受禄啊 这么贵重的茶具 平白无功送我 怎么好意思收啊 我是不是对她好得太明显了 你要是觉得太贵重的话 你把这些设计图拿回去看 挑毛病 明天下班之前交给我报告 我说呢 天上不掉馅饼 你是想让我去得罪设计部的同事 我不去 晚安 想送东西给她 怎么还送生气了 报告只要我看 意见能让我满意的话 调你去设计部 老板 老板 我觉得你们家的好茶不能浪费了 我正好有好的茶点 就一起带过来了 我们可以边吃边喝边聊工作 陆总 这茶的回甘太有了 这茶年份酒啊 你慢点喝 小心醉茶 放心吧 我吃了秦勋做的美味沙拉和三明治 不太容易醉茶 我以为秦勋就只会泡个咖啡调个酒呢 那是你不了解他 秦勋手里的绝魂可多了 他做的菜想要抓住女人的胃 轻松 一说到吃的 我就有点饿了 我去煮碗面 你要不要来一把 不用了 陆总 我其实 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说吧 我想跟你说 我要退租 不是 为什么 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走 是因为房租太贵了吗 不全是因为这个 我想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和老板住得太近 不太方便 你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控诉我压榨你 我是认真思考以后才跟你说的 压金不退我都没关系 你 差你那点 差你那点牙筋 喂 陆总 明天是我生日 我想邀请你出席我的生日派对 这是我来品尚过的第一个生日 你可一定要省脸啊 凯瑞 我没有参加派对的习惯 如果你愿意跟福利院改建庆功宴一起办的话 我倒乐意参与一下 好啊 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 正好和同事们一起庆祝 好 那就这样 不然 明天是凯瑞的生日 要跟福利院改建庆功宴一起办 我得好好策划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办 所以你搬走的事情 我们过两天再说 你要我给凯瑞办生意啊 你耳朵是间歇性侍聪吗 我刚刚说了 要跟福利院改建庆功宴一起办 哦 您拨打的电话 三十五零接听 请稍后再拨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今天咱们 无罪不归 无罪不归 来来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姚蜜 你怎么不喝酒啊 我负责送陆总就不喝了 生日快乐 谢谢 不然 你就喝这么点啊 我 不然一会儿还要化锁 喝多了没法工作 陆总 今天也是 福利院改建完成的庆功宴 主设计师不喝可说不过去 你们说是不是 是啊 不准喝一点 不准喝一点 凯瑞 你是市场部的顶梁柱 我代表公司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陆总 是您让我找到了 适合我的事业 不过我要跟您这样喝 生日快乐 不然 你真不喝一个 是 我平时是对你严格了一点 但那也是为了陆总和公司好 不是 也是为了让你尽快地成长 你要理解 来 咱们喝一个 对啊 喝一个啊 喝点吧 凯瑞 不然的酒量很差 我陪你喝 陆总 市场部的人平时可少不了酒局 酒量差就得练 而且 这点酒也难不倒不然 是不是 是啊 喝点不然 今天是我的生日 可是今天也是你的庆功宴 这个面子 你得给我 是啊 喝一个 喝一个 不然 喝点吧 不然是真不能喝 凯瑞 生日快乐 我比你大不少 应该叫我凯瑞姐 说错了 打酒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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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陆总 不染虽然平时有点刺头 但是她的性格我还挺喜欢的 我对她的态度 可全都在酒里了啊 凯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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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干了 不然 今天当着陆总的面 用你的酒品 展示一下你和市场部 团结一致的态度吧 凯瑞姐 凯瑞姐 你也干了吧 干了 对啊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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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以啊 不然 不然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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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陆总 咱俩一起敬陆总一瓶 谢谢陆总给我们机会进皮上 凯瑞 知道你今天开心 别喝多了 陆总 您心疼我们我们知道 但是喝了酒才能展现心意 是不是 不然 谁不喝 谁就对不起陆总 陆总 既然凯瑞姐说喝的越多越能表示心意 那我就抢一点受心的风头 多表示一下 让眼红的人看看 我知道你对我这么好 哈 我做餐 这就好可怕 好好人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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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忘了 我昨天还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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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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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不然 就这点酒量还想抢风头呢 你住东边是吧 那你送他回去吧 我 我还想多玩会呢 我跟不然住得近 我送他 慢点 我去拿车 好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凯瑞姐 今天你生日 我们快进去 接着唱歌吧 走 走吧 组长 老板 我来吧 不用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 我从家上去就行了 你一个人 上次就是我一个人照顾他的 有什么可担心的 没有 您照顾人很专业的 我从小就见识过 从小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想不起来也知道啊 快回去吧 别让他着凉了 你路上开车小心 哥 今天是我成人礼 我跟爸爸多喝了两杯 我酒量不好 但是哥哥最会照顾人了 马医生 怎么样 姐姐 来个好 我再给你摘一下 你 我那个 来点这个洗手液 来吧 来吧 喂 喂 那你多少通电话总算接了 起床了吗 昨晚都是过生日 可怜者 日可香了 没发生什么事吧 我要是发生什么事 还能好好跟你说话呢 就要上班了 再联系吧 我去 我居然睡觉露词阳的卧室 是 不尽叫两声 是不是写得我太不矜持了 我以为你要睡到中午呢 过来吃点点心喝点茶 干嘛把我安置到你屋 干嘛把我安置到你屋 不然 到我家了 怕你喝醉了像上次一样睡地上着凉 那我喝多了 我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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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吗 秦巡 你来接我 都怪你 还有那个Carrie 我看到他 我又来气 气得我一口气 又渲染了脸 你就不担心你有没有尸身 就只担心自己有没有说错话 那你老实说 你占我便宜了吗 你上次被人下药 我都没占你便宜 这次我有什么动机轻薄你呢 因为你快要搬走了 没机会下手了 那动机有很多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耐看性 你渐渐把我看美了 经不起诱惑 再比如说 你暗恋我 但是我清醒的时候 你没胆 只有趁我喝醉的时候 有没有 清寻 怎么办 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不然我这里 怎么堵得慌啊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我想不到你搬走的理由 因为你暗恋我 又觉得没可能 才故意躲着我的娃儿 陆总不会这陆总啊 真会倒打一耙 盲目自恋是会打脸的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我男神 一别七年 还是那么让人有安全感 跟我进去避避雨 我来不及 变成温柔的雾皮 一股一股在你的道理 一个背影没撞手 帅得没话说 我来不及 哪部小说男主啊 不骗你 真有欺人 他是一个保镖 比你年轻多了 七年前 都困了有他帮我 才解决了出国留学的助学贷款 你留学有困难 应该找你爸 是他的任性 连累你交不起学费 奶奶 他已经为一家去坐牢了 你只需要为我的助学贷款做担保 学费我会自己赚的 奶奶 奶奶 你心不 无性意 我不承认你妈 更不会承认你 我马上要见很重要的建筑商 别在这儿碍事 我马上要见很重要的建筑商 别在这儿碍事 给我勇气的鼓励 原生一阵 抱歧 把伞拿开 我不需要 以为把自己弄得惨一点 就能博许同情吗 少天真了 我是不想连累你 才是同情我的人 奶奶都不会放过的 离不离不在你的道理 轻轻走出热乱的剧情 爸等我还在开会 晚点我会帮你跟他见上面 变成温暖的雨影 为你抚平叹息 为你不去无欲 也许像玻璃拼命迷都撞进心底 一个保镖能有多帅啊 很帅很帅 有他在 看你也就一般 说得煞有介事的 那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保镖呢 如果我再遇到他 说不定只会打个招呼 说不定我会倒追他 但是只有 但是只有见了面才知道 那如果他 还有现在你喜欢的人都站在你面前 你怎么选 那不会 除了我男神 我现在没有喜欢的人 是你说 你铁定了要等他出现 不过话说你找一个保镖男友 是为了替你揍人 你怎么这么不是人间烟火啊 既然找了男友 当然是让他帮我交房货 开个玩笑 这有没有用的啊 你要搬家了 打算搬去哪儿 秦巡有很多套房子 随便租给我一套出个朋友家 都比住在这儿压力小 你不会是害怕我针对秦巡 才故意编出的保镖吧 你不会是因为我要搬出去 才故意针对我帖子吧 你心眼能不能别总是这么小啊 秦巡只会让你损失一点房租 你不要把他当敌人 那你别搬了 我已经习惯你当我邻居了 我不想再重新适应你 那你可以不出租的 我没有再跟你商量 我是通知你 以后你车太坏了 我可以顺道在你 你要是心疼房租 可以先欠你 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喝酒了 还有 你让你忍受精 可以随时找我 晚上可以来这儿吃面 对 像我这么好的房东你去哪儿想 好 你说这话 是命运 还是 还是什么 你干嘛说话吞吞吐吐的 没什么 有点错觉 喂 陆总 不然太过分了 都超出上班时间好久了 部门会议就他学习 昨天也没有喝多少 不至于宿醉吧 您看 要不要派个同事去他家里 不用了 我一大早找他来看了几幅设计稿 市场部的事情 你自己做决定 你为了我 跟凯利撒谎了 我严重警告你啊 你已经迟到很久了 给你五分钟 赶紧去上班 好 你叫我 你 我认识 喝了一瘦有东西吗 你不用为了省一个烧饭阿姨的钱 就给我当司机 我只是包了个粥而已 你昨晚喝酒没缓过来 汽车不安全 体恤员工嘛 一脚油门的事 那你昨晚照顾我是体恤员工那一种吗 别问那么多了 到公司了 赶紧去上班吧 我手机 我来 我来 你 我 你 这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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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吧 我去做吧 你去做吧 看什么呢 也没那么好看 嗯